台东的医疗一直在进步 台东马街医院大肠职场外科 经过八年努力 无论是在技术设备上都和台北同步 现在也可以处理大部分的癌症 而阿美族青年郭先生 他成功抗癌的例子 就是最好的证明 也打破了台东民众有癌症 就必须往外求医的迷思 从门外推进蛋糕 唱着生日快乐歌 这不是有人生日 医院为了鼓励郭先生成功完成疗程 今天特别为他办了庆祝会 那我们请他吹蜡烛 象征的人生 一辈子顺顺利利 好 拍手 身为阿美族的郭先生 从小就喜欢大海 因为这场病让他无法下海玩水 郭先生也表示 出院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去海边游泳潜水 我们阿美族是以海为生 就是想说 我从小就是喜欢海 就是想说 可以生命给到时间 我都没有接触到海 有 有接触到海 可是我没有下水 我本身就是喜欢潜水的 就是想说 这次病完全好了 我想说到海边那边 我以为了 就内内生 那个被吼咬 不知道还好 还好去捡一些那些 鱼啦 鱼啦 抓鱼这样子的 在去年年底因为肠主塞进入急诊 经过检查后发现 是大肠癌第三期 在台东的郭先生 接受了刘章医师的建议 从去年就在台东马街医院 接受化疗 治疗不间断 总共化疗了12次 郭先生成功称过了手术 及化疗的不适 也稳住了病情 在165年成立大肠治疗医科 经过8年的努力 他的从癌前的筛检 健康检查 以及发病诊断之后 积极的所谓的手术治疗 以及术后的化疗 以及术后的放疗 以及结束医院的疗程 反倒门诊追踪治疗 提供一条龙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医疗在地化 提供完整的一个医疗 给我们台东乡民 希望说能够得到一个 最好的疗效 我们不希望说 到处都车劳顿 你病人本身也累 家人更累 得到效果又打折 这样就不是我们 所要的一个结果 医师也表示 像郭先生这种成功的案例 是他在台东 两年来手中的第一例 许多病患都发现太晚 身体已经虚弱 没有本钱接受化疗的辛苦 台东的医疗一直在进步 台东马捷医院 大肠直肠外科 经过8年的努力 无论是在技术 设备上都与台北同步 其实离癌的治疗 到后续的追踪 及复发后的医疗问题 都可以在地医治 以郭先生的例子 事实证明 持续有规则的在地治疗 可以大大提高 5年的存活率 记者杨子轩 台东市报道